今天雪太大了 我出来之前还问了一个出摊的摊主 摊主说无论风雨都出摊 因为摊位费便宜 我就说那我也来吧 就算看看雪景了 这是我们从家走到车站的路上 漫天的大雪 好久没看见这么大的雪了 太美了 好多小狗狗出来了 因为我真没想到京都会有这么大的雪 因为小的时候北京这么大的雪 特别常见 现在也很少了 去往东四集市的路上 看外面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雪落地就坏了 就像北京似的 北京的雪 好几天都不化 今天公司外边没有摆摊的 我估计也是因为下雪 出摊的人少吧 这是今年2022年第一次 中式的红法式 也叫松红法式 下了漫天的大雪 我们来看看 今天出摊的人多忙 能调到什么好东西 哎呀 今天摊的也特别少 地太泥泥了 可能有的没有帐篷的就不出来了 那也好吃了 手工艺品 木制工艺品 没有 这个摊全都埋在雪里了 今天买的第一样小东西 一个签纸货 船纸的肚的什么东西 太好了 这是一个吉兆啊 这边还有卖水果的多姐 你看看那个卖水果的那个 很高兴 那么这边很高兴 我得 nearest 这么大 这么大 一样的 我来自我 你不能做 我没有做 这边的特产啊 然后 坚持人 这边的特产啊 这是 这边的特产啊 摊主做的 又排水沟 真好啊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雪好像又下大了点 碗里都是咸 要的最便宜的吧 太贵了 行吗 我以为你去你的 你去的 对 我要 这个 第二个 相当于 类似的 你们露宿 我要 这 出太阳了 比较出太阳比较下雪 现在我发现是京都的特色 一年里住一个红华市 很多人在这儿烧香祈福 现在不饿 很饿的时候过来吃吧 看着特别的暖 外面下的雪 这些显得特别的温暖 这家东西特别多 我说我去进去看个吧 皇冠上顶着两个小青蛙 挺糟的 老车洞冰车的车洞 这个挺好的 特大我觉得 咱们以前做的都特小 这个厚实 就是放点水 放点水 放点水 小蛙哈记没? 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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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蛙 太小蛙 太小 大正到昭和 其实这请啊 电话 搁电话的 大雪中逛集市 虽然身上湿漉漉的 还是觉得挺好玩的 我们要找地方休息休息 先吃点什么 等会儿开始下班场 感谢订阅频道的朋友们的支持 想想有人在等着和我一起逛集市 就特别有动力 在这边 这边的 跟着 我们一起逛逛 一些 特别人 有点 对 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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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